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组合 他们斗掉了安小鸟 又斗掉了皇后 他们强强联手 研制出了一套斗鸟模板 他们就是甄端镜三人组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甄端镜三人组 究竟是用什么模板斗掉安小鸟的 甄端镜三人组 为了尽快团灭安齐拉组合 特意设计了一个精妙的斗鸟模板 这个模板不仅让皇后查不到任何漏洞 而且还精准地将安小鸟圈进在阎西宫 这个模板的套路如下 端妃说 姐妹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甄嬛说 不会吧 怎么会 静妃说 真可恶 安小鸟必死无疑 第一次套用模板发生在安令戎小产后 当时小允子从安令戎的寝宫搜出了凝香珠 甄嬛从魏灵口中知道了这凝香珠的厉害 于是甄嬛和端妃以及静妃来了场强强联手 首先端妃发起话题 问问皇后她心得的这个香如何 皇后为了尽快打发这三个女人 直夸端妃 你这香真是香味细腻 清新静气呀 端妃瞧着皇后抓住了香料这个话题 趁热打铁说 谁有了这个香 谁就能留住皇上的心 同时端妃还透露 她这个香是从安小鸟那儿得来的 由于端妃对外力的人设时清兴寡欲 不问世事 所以皇后明知端妃直扑安小鸟 她也不好揭穿 只能一边斥责安小鸟的不是一边护住安小鸟 皇后此举就好像是在说 我的鸟做了糊涂事 要打要骂也只能是我来做 还轮不到你们 但真端竞三人组的目的还没达到 肯定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端妃又发起了猛烈的夺命连环问 端妃如唐三藏一样喋喋不休的样子 让皇后完全忘了自己 还有投风这项技能 因此当皇后脑袋一片空白时 甄嬛立马装出一副单纯的样子发问 皇后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 及时抓住甄嬛的话茬 替安小鸟洗白 不料真端竞三人组早就想到了对策 端妃当场开了外挂 让吉祥做旁证 奴婢要按皇贵妃吩咐 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 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 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 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树枝高阁 听宫女说是离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 不知为何又用了 瞧着吉祥说的证据确凿 靖妃明白该轮到自己上场飙戏了 因此靖妃没有给皇后捞鸟的机会 直接唾弃安小鸟的所作所为 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 还伤及了龙胎 实在可恶 此时皇后内心烦死了 虽然烦 但是皇后还是不得不向皇上禀报 第二次套用模板发生在养心殿中 当时皇后向皇上禀报了安小鸟 用密箱的事 臣端靖三人组在一旁吃瓜 看皇上怎么处理 结果皇上因为安小鸟才痛失了孩子 就决定把安小鸟将为答应 圈禁在严席宫 这个惩罚对臣端靖三人组来说不算惩罚 于是臣端靖三人组又开启了斗鸟模板 而这个模板的开头 依旧是端飞发出新问题 四五年前的书痕交在一场大火中仍能保存 皇上立马明白了端飞要说的无非是 身体强壮也架不住有人暗害 于是征嬛还没来得及发动无辜人设 皇上直接帮臣端靖三人组 提前开了外挂 魏灵作为征嬛的御用太医 在这次的旁证中 魏灵就如同吉祥一样 直接把真端靖的斗鸟模板推上了高潮 此屋中有极重的射箱 若每日取得云面 不输三月便会消产 皇后紧闭双眼 内心暗道不中用了 可真端靖的斗鸟模板才用了第一张 征嬛形想不用玩太浪费了 于是征嬛在锦西的搀扶中假假的跪了下去 怎么会是凌蓉杀了臣妾的孩子吗 这戏太假 皇上都看不下去了 但台都登了 哪有不唱完的道理呢 庆妃瞧着征嬛的表演马上结束了 忍不住急忙登台 来了波总结收尾 多年的姐妹竟然下次狠手 还做得滴水不漏 真是人心难测 至此争端靖三人组完成了斗鸟大法 安琪拉组合再是一员大将 看到这不禁让人发问 为什么这个斗鸟模板这么好用呢 首先端妃利用自己的资历深厚这个优势 即使她说什么都不会让任何人怀疑 毕竟当初锦西和苏培胜陷入对时风波 甄嬛明明去找过端妃 请她帮忙说说好话 但是当皇上来找端妃时 端妃却说自己不问世事已经很久了 皇上且不说臣妾的身子不是不能出去 即便是能出去 皇上也是知道的 臣妾是不愿管别人的闲事 更不爱说别人的闲话 嗯没错 朕觉得这是你最大的好处 一个能让皇上彻底相信的人 发出的疑问 还有谁敢去质疑她说的究竟是真是假呢 其次甄嬛在皇上心中就是一个无辜小女孩 更何况甄嬛在这个模板中扮演的角色 全程都是在替对方说好话 直到真相露出水面后 甄嬛还是一脸无辜 就算要说这个模板是她构建的 又无处可说 最后再由静妃做总结 补刀 让对方逃无可逃 宫中人人都知道 静妃不仅是纪检委员会长 而且静妃永远活跃在吃瓜第一线 所以由静妃来补刀 别人也只会夸静妃 这是心直口快 因此真端静三人组 这个斗鸟模板毫无漏洞 皇后这个护鸟队长 也只能干瞪眼了 常言到三个女人一台戏 真端静三人组这出戏 可以说是活活把安小鸟给唱死了 你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给你带你带着